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一向尊念里面仲夹杂着明文利养 仲夹杂着自私自利 你就算一日念二十万声佛号 仲是堕三徒 这句话不是我讲的 是乾隆时代持魂灌顶法师讲的 你们看一下灌顶法师大世智菩萨 念佛元通章素抄它里面就有 我在学生时代读到素抄 我觉得很惊讶 因为他说念佛一百种不同的果报 第一句就是念佛堕亚被地狱 我就好疑惑 念佛是好事怎么会堕亚被地狱 我就拿着一本书去问李老师 李老师一看 她说这是大问题的 她说我不跟你一个人说 我讲经的时候跟大家说 我们以后才知道 一百条 最后一条是上上品王神 看你用的是什么神 你拿着佛法 骗众神 图自己的明文利养 堕亚被地狱 这种情形我们不知不得的 念佛是好事 一定要看他用的是什么心 他的用意何在 他用的是什么手段 他目的又何在 他里头有邪有症 所以清静平等心 就在日常生活中去念 去断念 这种情形 对 这种情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